哈哈哈哈 現在去吧 哈嘍大家好我是哈姆 好啦我們這款魔力寶貝女武神的奇異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魔力寶貝啊 我剛剛玩這家公司的另外一款什麼命運之刃女武神戰技 結果進去怎麼變成仙俠遊戲啊 莫名其妙 那我就想說會不會是他們的問題 那我就再試一下這一款 那這款也是什麼什麼女武神的嗎 所以開始我沒有講話的是因為我還在觀察 勇者們剛剛她在唱歌先經營一下 她唱什麼魔力寶貝 和服公告 12月9號好吧 12月9號要和服了 我們進來看看囉 進來給她看一看啊 欸怎麼這麼慢 好 選擇我們的形象 這款魔力寶貝 這款魔力寶貝我不知道有沒有玩過啦 因為平台上也蠻多款魔力寶貝的 搜尋她的後綴是沒收到啦 女武神的奇異 可能不是正版授權也不一定啊 可能不是正版授權也不一定啊 因為她沒有寫正版授權 就是遊戲介紹有時候會寫啊 欸有點慢啊已經2分鐘了欸 好無名的旅人 喔 感覺好像玩過陸府版本啊 好魔力寶貝的音樂 欸 我們現在在這個法蘭城東郊 這種就是奔跑型的掛機遊戲 到時候你還要再跟三個職業組隊吧 要不要奔跑型一直跑跑跑跑跑 像以前的烏拉拉 不休的烏拉拉 我感覺那個 有點糊 好組一下夥伴 這個夥伴應該都是NPC而已啊 AI啊 我現在背有點痛 唉 不舒服 好我們繼續接著打 已經超過這麼多人了 好哥布林 魔力寶貝以前是回合制嘛 然後可以抓寵物啊 抓怪啊 那這個是掛機玩法 不是回合劇 以前都抓什麼蝙蝠喔 然後那個哥布林也可以抓 還有一些螳螂 記得要找手 猛力寶貝應該一開始也是被召喚到異世界的俑者 然後可以轉職 看人家轉成魔法師還是弓箭手 戰士是不是啊 這邊有那個掛機吧 這個應該是掛機 掛機寶箱 那我們繼續挑戰一下 超過240人 這意思是什麼 有240人玩不到5分鐘就下線了 就登出了 就離開這個世界了 打量其實蠻大的 1G多 然後又更新了好幾百MB吧 剛剛 所以大概2G喔 這遊戲小大小大 不知道為什麼剛剛那款遊戲 欺騙了我的感情啊 好這邊可以轉職 我說對了嘛 劍士 魔法師 弓箭手 格鬥士 傳教士 我每次都喜歡玩弓箭手啊 我們來玩個格鬥吧 轉隻 玩這個 拳套 格鬥士 崩擊 學習一下 這個熟悉的音樂啊 魔力寶貝我有玩啊 當初有玩 他一開始有那個 排行榜啊 那個有錢人的排行榜 我都 排很前面 前幾名吧 不是因為我有課金 而是因為我玩得很認真 就是 衝到那個很前面的地圖 一開始我是那個鍛造士吧 可以鍛造武器 然後賣武器賺錢 擺攤賣武器賺錢 然後後來是那個 那個 轉成那個封印式 就是可以去抓 抓寵物 抓寵物變成卡片嘛 然後你可以賣人 好 這邊有一件裝備 然後就賣賣都 因為你就是先衝到前面的地圖去嘛 那就後面比你賣完的人就會想要那些寵物 那你就會賺很多錢 然後就玩了一陣子吧 後來就沒有玩了 沒有玩之後 我賬號有借那個同學玩 同學 去網咖的時候 見他玩嘛 然後有一次他跟別的同學 一群同學去的時候 他把我的賬號借給同學B 同學B 結果這個同學B啊 等大家都沒玩的時候 他就哈哈在玩 結果大家都氣坑了啦 因為關了幾個月可能大家都氣坑了 然後同學B就把我的賬號的 裝備錢全部倒走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有一天登錄的時候發現 怎麼裝備都不見了 錢都不見了 是誰給我偷走 然後就先問同學A 同學A就說他沒動 但是他有把賬號借給同學B 這樣大家知道了嗎 然後就 我沒那麼生氣 就是覺得 怎麼這個同學怎麼這樣子就 已經當不成同學了 然後就有點仰言要告他 不是我啊 別人 他就慫了 立刻丟出月卡來 然後把東西全部還回去 就是以前玩遊戲要報月啊 又有月卡啊 可能就300塊啊 兩兩三百塊左右吧 這是真實發生在我身上的股市 什麼樣的人會被刺你啊 就是你的親朋好友啊 就突然就被刺了 我現在是無名的旅人 這邊有一些活動吧 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背在痛 所以講話有點美麗美麗的 那種痛就是 繞枕的痛吧 等一下來貼一下藥膏好了 突然痛起來 前天繞枕啊 繞枕的原因是因為我把他手就舉不太起來 有那種那叫什麼肩啊 50肩喔 然後我自己禮頭髮 禮頭髮要用右手或左手 在那邊禮後面啊 推來推去 用那個 嚕頭髮的那個剃刀在那邊嚕 嚕完之後就轉移到了 就是我現在這個狀態 我剛剛好像在上一個那個 影片也有講一下啊 這邊有一些紅點點啊 再點一下會不會縮小 不會你必須點 城鎮 或是旅兔 那我們要自己手動打 這是我們剛剛的掛機寶箱 他有機會掛到裝備 然後應該是沒什麼人啦 我遊戲下的次數5萬加 然後 今天是12月9號嘛 剛剛有說要和服嗎 我剛玩的另外一款遊戲也是耶 上一款遊戲 青雲修仙傳也是要和服 也是12月9號 12月9號禮拜一啊 禮拜一是一個和服的日子 因為工程師上班的 你總不能6字和服吧 叫工程師加班喔 加班要給加班費啊 以前過年的時候 公司加班都要給兩倍薪水啊 法律為定的 根本就不想去好不好 給錢還不想去 只想在家裡放假啊 好 這是我們第2個夥伴啊 夏拉 然後這是烏魯 我感覺我們應該是這個烏魯吧 因為我們剛轉職啊 夏拉是什麼職業啊 法師是不是啊 他還是可以轉職喔 牧師跟無哲 所以我們應該不是代表烏魯吧 可能就是一個指揮官吧 欸 是嗎 我們開始有選男生女生啊 先不管 欸對 那個 模糊模糊的嘛 我看一下畫質怎麼樣 畫質對啊 我就覺得有點糊 就字稍微略略模糊 可以再改一下 改這個超高 預設是中而已啊 有稍微清晰一點點的 因為我們這是那種直立式的小畫面 我看得出來比較好啦 只是上傳到Youtube 他要怎麼壓縮是他的事啊 我也沒辦法解決 因為我只有錄1080P而已啊 他畫面就是這麼小 我已經超越400人了欸 欸 下一個國中 國中可能才幾百人而已啊 才幾班而已啊 稍子畫嗎 很容易就考第一名了 台灣的國力以後一定會下滑很多 沒有那麼多人才啦 台積電需要人才啊 高科技產業都需要人才 需要引進人才啊 最近好像看到那個 要找一下韓國 韓國的 韓國的那個 畢業生喔 還是什麼 要來台灣入職 有新聞在報啦 有新聞在報啦 就 挖腳啊 挖他們那個高科技人才過來 然後那個公司會負責 負責讓他們的那個 居住啊 或者 一些困難啊 什麼的都可以 可以幫他們取得 讓他們更方便來台灣 就職就職就業這樣 最近好像是要引進不知道幾千的印度 印度人喔 因為那個從去年 一直在那邊炒啊 已經炒一年了 就是一直說什麼缺工缺工缺工 各行各業都缺工 就是你就算有薪水 拉高可能也是找不到人 簡單說就是沒有便宜的勞工啊 所以他們要那個引外資 外籍的移工嘛 這是要找印度的 可能比較偏科技類的吧 印度是比較 欸 我不知道喔 印度 因為之前我們都是引進一些東南亞的吧 外籍移工都是 康夫類的啊 或者是 工廠那一種的 比較吃重 台灣人不想做的 反正都是新聞不小心看到 我也沒有去深入研究 好 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來 鐵藥高啦 背部好痛啊 好的 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流星頻道 歡迎訂閱 點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還有我看 這是一句話 人家的第一句話 那是我們是 你們跟著嗎 有兩句話 兩個兩句話 我還說 去你 我還說 有兩句話 我們不是故事 有信任天 我們是去哪裡